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 这也要追问 那也要打听 这好像是所有小朋友的天性 尽管这种爱管闲事的行为 常常会让人感到厌烦 也常常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但是这就是小孩子的个性啊 小猪波姿 正是这样一个爱管闲事的淘气包 他之所以会这样 都是因为他特别好奇地想知道一些事 接下来我就给你讲讲 一个好奇的小猪的故事 故事的名字叫 别再多管闲事了 波姿 作者 尼考拉格兰特 蒂姆沃纳斯 由吴小红翻译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小猪波姿 不是爱管闲事 他只是特别好奇地想知道一些事 比如 他会问公鸡罗尼 每天早晨 谁来叫醒你啊 他又问母鸡赫蒂 嗯 你下蛋的时候会疼吗 问 问 动物们叹了口气 我说 别再多管闲事了 波姿 不过 小猪波姿确实想知道 哪怕 有些事情 会给他带来麻烦 那也没什么关系 一天早上 小猪波姿和小牛 玩别采菊花的游戏 他们蹦蹦跳跳地 来到一棵橡树下 听到一种奇怪的嗡嗡声 波姿说 嗯 这会是什么呢 他就好奇地 往树洞里看 哎 天哪 别这样 波姿 波姿 小牛叫了起来 但是 已经太迟了 波姿 被一群恼怒的蜜蜂 给包围了 他赶紧逃啊逃啊 嘿 波姿 你看起来可真可笑 你那爱管闲事的鼻子上 沾满了蜂蜜 第二天 波姿 又到农场去玩 他看到农夫的拖拉机 停在一边 哦 这是干什么的 哎 哎 他一边说着 一边好奇地 沁下了一个红色的大按钮 喇叭响了 吓得波姿 从拖拉机上摔了下来 农夫喊着跑了过来 这这这这 谁在动我的拖拉机啊 母鸡赫地 咯咯咯地叫着 哎 我说啊 就是那爱管闲事的小猪波姿 他吵了我的好叫 嗯 对对不起 我只是想轻轻地碰一下 不过 波姿实在安静不了多久 剪羊毛的那一天 波姿问小绵羊赛利 我说 如果没有暖暖的绒毛 你会觉得冷吗 同时他对小马哈利说 告诉我 你为什么一直要把鼻子放在鼻套里呢 你可真无聊 总有一天 波姿 你会知道 不应该多管闲事 小马咕咚着 不过 波姿才不这样想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 波姿和小鸭子迪丽 带利正玩着驮东西的游戏 田野上传来了一阵奇怪的叫声 噓 波姿低声说 那会是什么呢 远处又传来了痛苦的叫声 而且一声比一声高 我们去看看是怎么回事 波姿兴奋地说 别管闲事 波姿 小鸭子迪丽和戴利 瞎瞎瞎地嚷道 不过这声音听起来 是有些惊慌 单小的鸭子 你们跟着我来 波姿穿过田野 小鸭子迪丽带丽 颠着脚尖跟在后面 透过树丛 隐隐约约 可以看见一个 又大又黑的影子 它们捏手捏脚地 慢慢地靠近 直到 直到看见小牛的头 卡在了栅栏里了 波姿 见到你真的太高兴了 我想钻过栅栏 去吃美味的三叶草 却被卡在这儿了 真是太糟糕了 请你帮帮我 帮帮我吧 波姿和鸭子 推呀拉呀 拉呀推呀 可小牛就是卡在那儿 一动不动 小牛放声叫了起来 我再也出不来了 我的头要掉了 救救我 波姿 波姿 有了 农夫可以救你 来 我们一起来喊救命 波姿说着 带领着大家 使出最大的力气 喊起来 救命呀 但是农夫和他的马 在马棚里 离这儿太远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 听到他们的叫声 小牛伤心地说 我知道 我要永远地待在这儿了 一滴很大的泪珠 从他的眼中滚了下来 这时候 波姿忽然想到一个 可以通知农夫 跑过来的办法 小猪波姿 沁响了拖拉机的喇叭 农夫穿过田野 飞跑过来 在他的后面 跟着许多的动物 咯咯咯 瞎瞎瞎 咽咽咽 灰灰灰灰 大家都想知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哦 天哪 好 来 我们一起帮忙 大家准备好 你们一起使劲推 我和马来拉 我说三声 一 二 三 加油 加油 动物们气喘吁吁地叫着 急呀 农夫喊道 小牛哽咽着 突然发出一个 很响的声音 哦 小牛自由了 大家欢呼起来 小牛高兴地发出 嗯嗯的声音 爱管闲事的波姿 你真棒 如果不是你 我恐怕 要永远地被卡在这儿了 哦 我觉得 这没什么 我们不能再说 你爱管闲事了 是的 现在你想问什么 就尽管问吧 好的 哎 迪丽 这是干什么的 波姿看着身边 一根又粗又长的 蓝色管子问 哎 你说 拧开这个大龙头 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是水管 太好玩了 太好玩了 是啊 太好玩了 想着波姿想知道 所有的事 不过他的好奇心 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动物们都说 别再多惯闲事了 但是 有一天 动物们听到了 一种奇怪的声音 波姿赶紧跑过去看 你说 靠着他自己的本事 波姿是不是 挽救了 小牛的困境呢 你喜欢这个故事吗 嗯 对了 你有什么问题 要问我吗